上一次我们开始读伊斯兰的这一章 伊斯兰的意思是从 伊斯兰的FLM的这个字根演变而来的 是和平屈服的意思 它全部的意思是 当一个人的生命顺从了神 和平就会降临 一般人想到伊斯兰 就会想到第六世纪 巴拉伯的摩哈曼 但是作者特别的强调 伊斯兰并非源自于摩哈曼 而是源自于神 摩哈曼只是神的传身口 圣经的创世纪中有说 在开始的时候神远远远 弗兰经也同意这个说法 不同的只是他们用阿拉这个字 阿拉这个字把贯词AL 就是的的意思 与拉神的意思结合起来 这意义上阿拉就是the god 不是a god 因为神而是the god 唯一的神 而且阿拉伯文称呼神阿拉 和犹太教称呼的神 Elohim 后字跟汉在发音上都非常的类似 事实上伊斯兰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 远远很有关系 他们都是shem的后裔 好 我们在这边有看到 shem到了 这个 Ilam之后有Noah Noah的儿子是shem shem他的后代到了Abraham Abraham娶了妻子是Sara Sara一直没有生子 Abraham因为想要延续后代 于是娶了Hagar为第二位妻子 Hagar为他生的一个儿子是Ishmael 而这个时候Sara也怀孕生子的名为Isaac 我们在这边就看到 Ishmael是他跟Hagar的儿子 而Isaac是他跟Sara的儿子 Sara后来要求Abraham将Hagar跟Ismael赶出部族 所以说Ismael后来就去了Mekka的所在地 成为了回教徒 而Isaac的后裔则有在巴勒斯坦 就是希伯拉 希伯拉 也就是犹太的教徒 Jewish 回教徒在阿拉伯地区繁荣起来 但一直到公元的第六世纪的后半的Mohammad 伊斯兰透过这位先知才得以定心 在Mohammad之前也是有过其他的先知的 但是Mohammad是所有先知的最高代表 因此他被称为众先知的封印 The deal of the prophet 在他之后再也不会有先知出现 Mohammad Mohammad出身在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背景 社会普遍的伤风败水和更是几书 人们莫无法际的争斗 土匪猖獗 政府无能 宗教也毫无制约的能力 在那个危险的沙漠中 民间信仰各种有魔鬼受信的精灵 这些所激发出的并非是高尚的情教 也不是道德的约束 Mohammad的童年也充满悲剧 他出生几天之后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在他的六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母亲此后爷爷补养他 但是也在他八岁的时候去世 之后他被淑妇领养 虽然淑妇交到中落 让这位年轻的孤儿 必须勤奋地照顾淑妇的羊群 但这新的家庭还是温暖地接受了他 他在有爱的环境中长大 成年之后他从事商与的行业 25岁时他为一名叫做Kadia的女士工作 他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工作 Kadia比他年长20岁15岁 他们的情感逐渐转变转变成为 关爱继而恋爱之婚 这段因缘在各方面来说都是很快乐的 Kadia一直相信他 我定的守在他的身边安慰他 并维护着那希望微弱的火焰 穆罕默常去Mekka的郊外 有一座山的山洞中 独自的小事情 在他自己睡的时候的一个神圣的夜晚 穆罕默被神召唤 这就是The Night of Power 跪夜 他在山洞中冥想之后 一位天使与人的行事来到他的面前 单度对他说 宣告 穆罕默三度抗拒说 我不是一个宣告者 最后天使说 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告 你曾用血块 他曾用血块创造人 你应当宣告 你的主是最尊严的 他曾教人用笔写字 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这些字犹如被烙印在他的灵魂 他惊恐地跑回家 跟哈利亚说 哈利亚说到 方呼吧 亲爱的丈夫高兴起来吧 你将是这个民族的先知 于是哈利亚承认 罕默的第一位信徒 至此以后 罕默的生命不再属于他自己的了 他的生命被交给了神以及全人类 在毫不留情的扩害 侮辱和欺凌之下 二十多年来 以毫不动摇的意志 宣说了神的话 刚开始能够接受他宣告的人 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都是极端的反对 反对的有有三 第一 摩哈利亚要求人们信奉唯一真主阿拉 这样的一神论 威胁到多神信仰所带来的相由钱收入 第二 他的道德教义要求 宗旨人们贪念的淫荡行为 第三 他宣扬的是一种极其民主的概念 他坚持在他的主眼中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这种教育不迎合在位者的特权 于是 Mekka的灵秀们决定除掉他 当基效辱骂都没有用时 他们开始谩骂 被放重伤 之后更是公然的威胁 甚至是公开的迫害 用尘土和会物 拖在正在乞讨的幸福人身上 向他们叼石头 用棍子打他们 把他们抓进监牢 不卖东西给他们吃 想让他们饿到屈服 这些都没有用 因为迫害只增强了 他们信徒们的意志 提出 只有少数的皈依者 长达三年 心疲力尽的努力 才收不到四十位门徒 但是敌人 却也无法永远的封住 Mekka人民的心去反对他的话 缓慢而稳定的 有精力 有才能 有身价的人 开始被他的宣说的真理 折服 直到十年之后 好几百个家庭都称他的神 他为神的真正代言人 所以我们上次就读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好一阵子没有上课了 所以 那个已经很高兴能够再回来 跟大家一起上课 虽然说我们家家非常地混乱 然后 我的那个 怎样讲 我没有自己的工作空间 没有一个房间 因为我们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 所以 很多方面我都还在试运 让他有点混乱 好不过 没有关系 请大家多包含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不能练续的同学可以在 下面跟我讲一下 然后来 CLSP 好我们在第228页 Migration Diveled to Victory 然后我看到有些 新同学 欢迎新同学 叫做Q安 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张 张竹安 福报平安的竹安 对 好欢迎 好 好 好 看到有些同学跟我说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先 我要看一下 Focus 我们先从问题开始好了 我们先从问题开始好了 所以我们从 这边开始念 到Migration Diveled to Victory OK 可以 听得见吗 可以 听得见吗 这些 renewable maker for good as he faced this severest crisis of his career muhammad was suddenly waited on by a delegation of the leading citizens of Yathrib, a city 280 miles to Mecca's north, through pilgrims and other visitors to Mecca. Muhammad's teachings had won a firm hold in Yathrib. The city was facing internal rivalries that put it in need of a strong leader from without. And Muhammad looked like the man. After receiving a delegations pledge that they would worship Allah only. That they would observe the precepts of Islam. And that they would obey its prophet in all that was right and defy him and his adherents. As they would their women and the children, Muhammad received a sign from God to accept the charge. About 70 families preceded him when the Mecca leaders got wind of the exodus. They did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prevent his going. But together with his close companion, Abu Bakr, he eluded their watch and set out for Yathrib. Taking refuge on the way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Horsemen scoring the countryside came so close to discovering them that Muhammad's companion was moved to des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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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only two. He murmured. No, we are three. Muhammad answered. For God is with us. The Quran agrees. He was with them. It observes. For they were not discovered. After three days, when the search had slackened, they managed to procure two camels and make their hazardous way by unfrequented path to the city of their destin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Wendy. Mecca, you know Mecca is Necash. So Mecca is Necash. Mecca is Necash. Exodus.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章节就叫做Exodus 就是应该就是出埃及记 就是有太人被赶出埃及的那一个章节 所以说Exodus就是放逐的意思 就是被赶出去成这样子 到这个时候麦家的贵族们警觉了 开始看起来只是半疯狂的赶骆驼人 狂妄预言性的主张 后来演变成了威胁到他们存在的认真革命性运动了 他们下决心除掉这个惹麻烦的人 已决后患 正当Mohammed面临着他人生事业中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里美卡北边280公里的 Yagri的人民代表队来夜见他 Mohammed的声明借由过去美卡的朝圣者和旅人 已经远过至Yagri 擒获那边人民的心 Yagri当时也正面临内部的争端 他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坚强领袖 而Mohammed看似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当Yagri的代表团员宣誓他们将只信奉阿拉真主 他们将遵循Islam的戒律 他们将服从于先知的正确教导 并且拥护先知和信徒们 就如维护自己的父女和孩子们一样时 Mohammed接受到了真主的指示 接受了这项任务 约有七十部人民在他之前先出发了 当美卡的领袖们听到这么一大批的人离城的消息之后 他们竭尽一切的阻拦Mohammed Mohammed和他的同伴阿古巴卡尔 要出发去Yagri池为了躲避警卫的逮捕 躲在美卡南边的山岩裂空中 当时大批的人马地毯搜索式的寻找他们 几乎要抓到他们了 阿古巴卡尔绝望的男男自己说 我们只有两个人 Mohammed回答 不 我们是三个 神与我们同在 古兰经同意 经文记载 神的确与他们在一起 他们没有被发现 三天之后 当搜寻行动松弛下来时 他们买到了两匹骆驼 上了危险又嫌少人走的路 前往他们的目的必成事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一个我们就请Angie Angie请你从字边念 The year was 622 你去念到下面字里 好的 对不起 有点不是很清楚 OK 好 现在比较好一点 The year was 622 The Migration The Migration Know in Arabic The Hijjah Hijjah is regarded by Muslims A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world's history And is the year from which they date their calendar Yahri soon come to be known As Medina el-Nabi The city of the prophet And then by contraction simply To Medina the city From the moment of his arrival at Medina Mohammad assumed a different role From prophecy He was pressed into administration The despised preacher become a masterful politician The prophet was transformed into statesman We see him as the master Not merely of a heart of a handful of devotees But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a city It's judge and general as well as its teacher Even his detractors Conced that he played his new role brilliantly Faced with problems of extraordinary complexity His proof to be a remarkable statement As the supreme magistrate He continued to lead as pretentious a life As he had in the days of his obscurity He lived in an ordinary clay house Milked his own goats And was accessible day and night To the humblest in his community Oven seemed maintaining his own clothes No emperor with his tierras Was obeyed as his men In a cloak of his own clothing God's same Muslim historian Put before him the key To the treasures of his world But he reviews i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也是回教的日历起始的年份 Yadrib很快地被称之为 Medina al-Nabi 先知之称 后来被简化成Medina 那座城 当Mohammed一抵达Medina 他立刻就承担一个与以前不同的角色 原本是先知的他被迫扛起了行政职务 那被人嫌的传道人 成为了高超的政治家 先知碎变成了政治领袖 我们见识到了Mohammed 不只是主宰了少数信徒的心 而是主宰了整个城市人民的集体生活 他成了所有人民的法官 将军和老师 连他的反对者都承认 他优异地扮演了这个新的角色 面临着非凡复杂的问题 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作为最高政务官 他依然过着当初默默午晚的时候 一样的简单生活 他住极为普通的土房子 挤自己羊群的奶 日夜都准备接见社区中最卑微的人 人们常常看见他在缝补自己的衣服 没有任何戴着皇冠的皇帝 能够像这位披着福音走红的人 受到人们如此的补充 伊斯兰的历史家说 神给了他世界保障的钥匙 他却拒绝了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位是竹安 竹安可以念 好 那就请你从这边念 好 Tradition depicts 一直到下一页就 上面这里 Miracle 好 我有书 所以 Tradition depicts his administration as an ideal blend of justice and mercy As chief of state and trustee of the life and the library of his people he exercised the justice necessary for order metting out punishment to those who were guilty when the injury was toward him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gentle and merciful even to his enemies in all the madness found him a master whom it was as difficult not to love as not to obey for he had as one biography biographer has written the gift of influencing man and he had nobility only to influence for the good for the remaining 10 years of his life his personal history merged with that of the medanous commonwealth of which he was the center exercising superb statecraft he welded the five heterogeneous and conflicting tribes of the city three of which were jewish into an ordinary confederation the task was not an easy one but in the end he succeeded in a weakening in the citizens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unown in the city's history his reputation spread and people began to flock from every part of arabia to see the man who had wrought this miracle 好 谢谢主安 全种 系代 他的自理作风是正义和慈爱的理想结合 作为一方之主以及人们生命和自由的信托人 他为了维持秩序执行必要的司法 对有罪的人判处惩罚 不过对于伤害他的敌人 他则是温和而人死 总之 Medina的人民觉得 他是一位很难不去爱戴 去服从的主人 一位传记家写的 他极具有影响人的天故 而他又有那只为了善而去影响人的高尚品格 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 他的个人历史与他所主导的梅蒂娜民众的福祉结合在一起 他卓越的行政效力 让城中五个抑制而矛盾纷纷的部落 其中三个还是犹太部落 结合成一个有秩序的联盟 这项工作不简单 但是最终他成功的在人民的心中 唤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 他的声明远播 人们开始从阿拉伯各地涌来 惊督这位带来奇迹的人 OK 好那下一位我们就去 谁呢 对不起 你从这里用到 Where follow the struggle 这里 就把这一大段没有弯到这里 Maybe呢 对不起 他们 followed the struggle with the Americans for the mind of Arabia Arabia as a whole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Hijjah the Madinids won a spectacular victory over American army many times larger and they interpreted the victory as a clear sign that the angels of heaven were battling on their side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witnessed a reversal during which Muhammad himself was wounded the Americans did not follow up their victory until two years later when they laid siege to Madinna in a last desperate effort to force the Muslims to capitulate the failure of this effort turned the tide permanently in Muhammad's favor and within three years eight years after his migration from Mecca he who had left as a fugitive returned as conqueror the city that had treated him cruelly now lay at his feet with his former persecutors as his mercy typically however he did not press his victory in the hour of his triumph the path was forgiven making his way to the famous Kaaba a cubical temple said to have been built by Abraham Lord Muhammad rededicated to Allah and adopted as Islam's focus he accepted the virtual mass conversion of the city himself he returned to Madinna 好 谢谢 Dade 好 接着是 Medina 以及 Mekka 争取 在整体 阿拉伯人 心中的地位 在 Medina 在 对抗 大上 好几倍的 Mekka 军队时的 战争中 赢得了一次 光辉的胜利 他们把这场 胜利解释为 是天使 站在他们 这一方的 明显信号 不过 在次年 则 情况 反转 Mekka 在战争中 受了伤 Mekka 的军队 没有 陈胜 追击 直到两年之后 他们将 Mekka 包围 企图 逼迫 或回照图投降 这绝望的尝试 还是失败 从死之后 局势转向 立于 Mekka 在三年之内 也就是Mekka 大清 移之后的八年 第八年 他以逃犯的身份 离开 归来时 却是征服者 先前 先前对他残酷的尘世 现在 居服在他的照相 先前 迫害他的那些人 现在任由他处置 不过 他一如往常的 没有去强调 他的胜利 在他胜利的时刻 他原谅了过往的一切 他来到了 有名的Kaba 我们来看一下Kaba 这个黑色的方块 方形建筑 就是Kaba 他来到了 有名的Kaba 据说 那是Abraham 亲自盖的 一个方形建筑 Mohammed将Kaba 重新奉献给了 阿拉 并将之立为 伊斯兰的中心 他接受全成人民 改信伊斯兰之后 他就回应了 比拉伦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再问我们就是 Helen Helen 我转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是convert 是从 基督教吗 从那个 Abraham的那个 不是 是 因为是说 之前的这些人呢 就是 信那些民间的 一些鬼神啊 这样子 多神教 多神教 对 或者是说 反正信仰对他们来讲 不是很重要嘛 对 那所以说 就是从 不信 或者就是乱信这样 就改信 好 谢谢 好 那现在为我们 就请 Grace Grace 请你从这里 开始念 2 years later 开始念到 下午 这个 Work of God OK 2 years later A.D.632 10 AH after Hijjara Mahemah died with Virtually All of Arabia Under His Control With All the Power Of Armies And The Police No Other Arab Had Ever Succeed In Uniting His Countrymen As He Did He Had Before The Century Cloth His Follower Had Conquered Armenia Persia SERIA Persia Persia Pal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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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q North Africa And Span And Had Crossed The Persia Into France But For The Defeat By Charles Martal In The Battle Of Tours In 733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Why Today Be Muslim Within A Brave Span Of Moral Life Mahama Had Pulled Force Out Of Unpromissing Materia The Nation Memorial Admitted Before In A Country That Was He Third But Geography Expression Is E Established Religion As In The A C Am In The Judaisyum And Still Plan the adherence of a goodly portion of the human race and let the basis of an empire that was soon be embraced within its far-flung boundaries the fairest provinces of the then civilized world in 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 Michael Hart placed Muhammad first his unparalleled combination of secular and religious influence entitled Muhammad to be considered the most influential single figure in human history Hart writes the explanation that muslims give for that verdict is simple the entire work they say was the work of god 好 谢谢Grace 謝謝 兩年之後 也就是Hizra大遷徒的十年之後 Mohammed 去世了 當時幾乎所有的阿拉伯的領域都在他的控制下 他擁有的軍力和體力 再也沒有一個阿拉伯人如他那樣團結了國人 在那世紀結束之前 他的信徒征服了Armenia Persia Syria Palestine Iraq Ignosafica Ignosafica 以及西班牙 還越過了Persiaanis山 進入了法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地圖 Persia screen OK 這個就是他的版圖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這個 聖咖啡色的部分 這本是Mohammed在世時的勢力版圖 聖咖啡色就是這個阿拉伯地區 好 到了他去世 他在公元632年去世 看一下 這個是他十年前擴張的版圖 然後到他的下一位 Kalifate 是這個Rashidun的Kalifate 是這個橘色的版圖 又擴張到這門圖 好 在他之後呢 是Umaya的Kalifate 就是黃色的 又擴張到這個西邊還有東邊 都在擴張這樣 好 這個是剛才書上講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書上還寫到這個Battle of Tours 我們要看一下Battle of Tours 是在下一個 好 Battle of Tours 是在這邊 在公元732年的時候發生的 在法國中的一場重要的戰爭 他說在法國這一場戰爭也被叫做Battle des Poitiers 而且在阿拉伯被叫做The Battle of the Highway of the Marchers 看一下下一個 這個是一張話 我剛剛在講這個The Battle of the Highway of the Marchers Marchers就是烈士意思 那翻譯過來就是烈士快速道路之戰 因為他們認為為了信仰而殉道的話 是通往天堂的快速道路 好 然後這一個slide呢 我們來看 這是一幅關於這場戰役的大型的畫 現在這幅畫掛在凡爾賽宮裡面 畫家是Charles de Steuben 這幅畫的名字叫做Battle of the Weekers in October of 732 那在這幅畫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Charles Martell呢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Charles Martell就是這個 騎著白馬手中高舉著斧頭 做出英勇勝利的姿勢 是畫中最最高最明顯的位置 Martell在法語是Iron Hammer的意思 就是鐵錘 也是因為這一次的戰爭中 他英勇的表現 讓他贏得了這個美名 你看他拿著一個這個 好 那Charles Martell他帶領著 Franco 法蘭克的軍隊和西哥特軍隊聯合對抗入侵的阿拉伯軍隊 那阿拉伯軍隊呢 由Al-Andalus也就是現在西班牙的總督 Abdul Rahman Al-Gabiti帶領就是這個 好 手拿著大刀大鬍子的 我們仔細看 Rahman他被建設中 在這裡流血 OK 雖然歷史記載中 Rahman並沒有直接的跟Charles Martell格鬥 但是他的確在這一次的戰爭中陣亡 他的軍隊因為失去領袖而落狂的逃了回去 我們在左上方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十字架 這個象徵這一次的戰爭對停止伊斯蘭教在歐洲的擴張 拯救基督教有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影響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幅畫 特別講到這一段歷史 No stop show 好 我們剛剛就看到這個Charles Martell 就是因為這場戰爭 要不是這場戰爭 Charles Martell他停止了回教的勢力在歐洲的擴張 要不然很可能整個歐洲都是現在也是歷史亡校 好 在短暫的一生中 摩哈勒在資源不被看好的情況之下 在當時僅只是一個地理的國度 地理名字的國度 好遠 喚醒了一個從來未曾統一過的民族 建立了一個宗教 在這廣大的區域超越了羅太教和基督教的影響力 而且至今還贏得了人類大部分的信徒 立下了一個帝國的基礎 很快地把當時文明世界中最漂亮的地方都擁抱到它 廣闊的講解中序 在100名歷史最有影響力的人這本書當中 作者Michael Hart把Muhammad排在第一位 他寫道 Muhammad以一個人的力量對事實的影響力 和對宗教的影響力這樣的空前組合 使得摩他們有資格被排在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防守 回教徒對這樣的判定的解釋很簡單 他們說這一切都是神的作為 好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 現在為我們請萬新繼續往上面對 萬新 請問一次 The Standing Miracle 請念到下月的 Poetry to Shame OK The Standing Miracle The blend of admiration, respect, and affection that the Muslim feel for Muhammad is an impressive fact of history The seeing as a man who experienced life in exceptional range Not only was he a shepherd, merchant, hermit, exile, soldier, lawmaker, Prophet, priest, king, and mystic He was also an orphan For many years The husband of one wife much older than himself Many times Bereaved father A widower And finally The husband of many wives Some much younger than himself In all of these roles He was Exemp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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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is is in In the minds of Muslim As they add to the mention of his name The benediction Blessing and peace be upon him Even so They never mistaken for the earthly center of their faith The place is reserved for the Bible of Islam The Quran Literally the word Al-Quran in Arabic And hence Quran Means a recitation Fulfilling that purpose The Quran is perhaps the most recited As well as read Book in the world Certainly It is the world's most memorized book And possibly the one that Exerts the most influence on those who read So great was Muhammad's Regard for its contents That as we have seen He considered it The only major miracle God worked through him God's standing miracle As he calls it That he himself unscored To the extent that he was Unlettered Umi Umi Ami And could barely write his name Could have Produced a book That provides the ground plane of all know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grammatically perfect And without poetic peer This Muhammad and within all Muslims Are convinced Defies belief Defies belief He put the point In a Rhetorical question Do you ask for a greater miracle than this Oh unbelieving people Then to have your language chosen as the language of Of that incomparable Incomparable book Incomparable book One piece of which Put all of Put all your golden poetry to shame 好 好 謝謝 好 This is the miracle 回教徒 回教徒 對 Muhammad的欽佩 尊敬 和愛慕之情 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事實 他們視他為經歷了特別廣大幅度的生命的一個人 他不單是一個牧羊人 商人 民事 被放逐者 士兵 立法者 先知 傳教士 佛王 以及有神秘力量的人 他也是一名孤兒 多年來是比他年長許多的妻子的丈夫 多次丧失了子女的父親 官夫 最后是擁有多名妻子的丈夫 有的妻子比他年幼很多歲 在所有的角色中 他都是個模範 當回教徒提到Muhammad的名字 就會加上祝福 Listing and peace be upon him 願他得到祝福及平靜 這樣的祝福時 他們心裡想到的是這一切 即使是 即使是這樣 回教徒從不會誤把他當成是現世的信仰中心 因為這個位置是保留給Islam的聖經的 就是胡蘭經 阿拉伯 無疑的他是世界上最被人熟悉的書 也可能是對讀過他這本書的人 產生影響最大的書 Muhammad對其內容的重視 正如我們之前看到的 他認為古蘭經是神透過他來完成的唯一重要的奇蹟 他稱之為The Standing Miracle 其力不搖的奇蹟 以他這樣沒有受過教育 也不是字 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不是很好的人 要他創造出這樣的一本書 能夠提供一切知識的基本 而同時不但文法完美 而且具有無可抵抿的詩意 這對摩哈密來說 以及對所有回教徒來說 是他們沒有辦法相信的 他以一個反問句來說明 不相信的人們啊 你們的語言被選作是這部 無與倫比的書的語言 書中任何一小段都足以令一切黃金詩篇 羞愧不如 難道你們還要比這個 更偉大的奇蹟嗎 好 這裡有很多問題 Hello 我幫你解釋最後一句 那個 quotation裡面的字 OK 所以說他就是在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說 摩哈密他 他沒有 就是說他不承認有奇蹟 除了這個古人心之外呢 他不承認他自己有什麼特別的神力啊 或是能夠 像有人有神力來 就是 來變一些魔術 讓人家幸福嗎 他不做這些事情嗎 那 他承認的唯一 奇蹟就是 神藉由他 來 來 來 講講 創造出這一個 這個 古蘭 這樣子 所以說他就 問這些 不相信的人 說 你們 就是 是 神藉由我 來 寫出這個 古蘭經 這個古蘭經 是這麼的 寫得這麼的完美 你們還需要任何其他的證據來證明這個奇蹟嗎 所以他才問說 所以他才問說 Do you ask for a greater miracle than this 他在跟這些不信的人 問這樣子一個訪問句 這樣子可以嗎 好 謝謝 只是他最後一句很好 蠻有趣的 golden poetry to share 對 因為就是說 他就是說 這本 古蘭經裡面寫的 詩句是多麼的優美 然後又完美 這樣子的 跟 即使你拿 阿拉伯的 所有歷史當中的 最好 最黃金的詩句 來比較 也都會 讓他們 就是 都會孤獨 這樣子 所以說 這絕對是神寫出來的 不是一般人寫出來的 對 主要是這個 Helen 那個前面 就是有一個字 叫 我查了一下 查 這是什麼文 應該是阿拉伯文吧 因為他很多都是阿拉伯 對 所以就是 文盲的意思 是不是 我好像 Google不到 對 然後他前面那一段 又說什麼 最後變成 眾 女人 很多女人的丈夫 他這個是在講回教教義的那個 後面 後面會 會講到嗎 還是說 就 他 對 這個 當他們可能當時的習俗是這個樣子吧 對 我們後面不會講到這個部分 OK 好 我只是覺得好像非常的神話 這個 對 他們當時的文化跟當時的時代 可能這個是很平常的事情 就像你說 古代的中國 也有很多的娶妻娶妾什麼什麼的 在當時 當時的人不會覺得 因為回教是多妻子是沒有錯 我還以為說他後面會在講那個交易的時候 可能會 不曉得 就讀到後面再看看好 謝謝 OK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James你說 對啊 那個 後面他會提到那個 這個回教徒最多可以有四個太太 妻子 那如果你有多餘這個的話 也不 也不違法 OK 後面他有 就是 替回教徒 替回教辯護 有講到這個 好 謝謝 不客氣 不過 不過 回教的這個習俗是不是 也只限於就是說 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 就是說 才能夠有這樣子的 才能夠有這樣子的待遇 好像我的 我有個印象 不是說所有人 你想要這樣子做就可以 是不是有這種說法 對對 對對 因為他 我讀到的是 他後面 他後面 這本書也提到說 他還是 理想的情況還是 一夫一妻 他還是有 為替回教辯護的 這一點 好 謝謝 還有沒什麼問題 OK 不過OK 我突然想到就是好像 好像 好像回教在 當然在文藝復興之前 對於那個世界的 這個科學 尤其是數學 尤其是數學啊 這些方面的 醫學方面的 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就是說 非常先進的 所以他 前面 所有 所有 一項 他們是這個 Fairest province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就是說那時候是最 文化 文明最發達的世界 對 確實這樣子 是沒有錯 謝謝 主案的補充 好 好 James還有 要不充 對不起 我沒有了 我 沒有 好 那 第二位就是 James James 就 繼續 往下面 唸從這邊 或是 是 manifestation 對 是我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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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Fairest 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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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ifestation OK,OK,Yeah Four fifth the length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Koran is divided into 114 chapters or surahs which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hort first chapter that the figures in the muslims daily prayers are arranged in order of decreasing length Thus, Surah 2 has 286 verses, Surah 3 has 200, down to Surah 1, 114, which has only 6. Muslims tend to read the Quran literally. They consider it the earthly facsimilar of an uncreated Quran in almost exactly the way that Christians consider Jesus to have been the human incarnation of God. The comparison that reads, if Christ is God incarnate, the Quran is God liberate from liber, Latin for book, is inelegant but not inaccurate. The created Quran is the instantiation in letters and the sounds of the Quran's limitless essence in its uncreated form. Not that there are two Quran's, of course. Rather, the created Quran is the form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infinite reality of the uncreated Quran. Two levels of reality are operative here. There is the divine reality of the uncreated Quran, and there is the earthly reality of the created Quran. When the created Quran is said to be a miracle, the miracle referred to is the presence of the uncreated Quran within the letters and the sounds of its created, and therefore, necessarily, in certain ways, circumscribed manifestation. Thank you, James. Thank you. Thank you. 。 。 只有六行 回教徒请向与相信古兰经的所有文字都是真实的 他们认为那经文的内容在没有被摩哈曼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摩哈曼将之带来地球是像传真那样的传来的 这就好像基督徒认为耶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如果耶稣是神与人的身份视线 古兰经就是神与书的方式视线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补充说明 所以说有两个字 Incarnate就是刚才在书上面的用法 就是说耶稣以神的肉身来实现 那古兰经就是神与书的方式 Inliterate就是书的意思 以书的方式视线 这样的比喻不是很高耀 但并没有不正确 创造出来的古兰经就是那尚未被创造的那无限本质 以声音和文字的形式具体化表现而成的 这当然不是说有两个古兰经的版本 而是说创造出来的古兰经是未被创造的古兰经的 无限真实的正式结晶 这里有两层的真实在运作 有未被创造的古兰经在神界的真实 以及被创造的古兰经在城市的真实 当创造的古兰经被说成是奇迹的时候 这个奇迹所指的乃是 非创造的古兰经与声音文字的形式被创造出来 即使必然的受到了一些形式的限制 这一段有点难懂 不过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James 他说的那个长度就是那个 chapter就是张了 114张 那个长度是递减的 那个大的趋势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107张有4行 108有7行 第5张有120行 第6章有165行 但是有少数是例外 并不是always 像他讲那样子 OK 谢谢 这里讲到就是说sirah 是不是跟那个佛教里面讲的sutra 是不是有一点类似的 经我们讲佛经 我们讲佛经是不是有一点从发音来看 我不担心 这个可能就要问语言学的专家 对 因为其实中东这边跟中国也是有在地域上也是有严静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有交流 然后就是互相的去用一些字眼这样 谢谢 对我们上一次就有看到说就是回教里面的画 因为很少有在画人的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找姆汉曼的画像的时候 基本上没怎么看到 但是有就是说 也并不是说他不准 而是说他就是回教他不鼓励画人像 是因为为了怕人们会误以为说 这个画是可以崇拜的对象 所以说他不鼓励去画这样 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说 私下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会去收集这些一些画这样子的 那所看到的一些画呢 其实有中国的那种画风 就是甚至画出来的姆汉曼 或是那些天使都有东方人的灵魂这样子 那所以说就是其实在文化的交流上面 因为地区的临近性都有可能就是会互相的影响 有可能是就是说阿拉伯这边的 这个sura影响到那个sutra 那也有可能是改方向都有可能 可能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探讨的话 要为你认识一下会比较有趣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那个新约圣经的话 其实是选择出来的 并不是收集 就是说经过拣选出来的 这个就是当时坦丁大帝的 他定下来的 那至于那个 那个Koran的话呢 按照这一段的讲的话 就是他说uncreated 而且先前讲 他的language已经是perfect 所以Koran应该是 就是从那个Muhammad流传下来的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这个文字方面 感觉上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之后在今天就会读到说 这个为什么他们认为 Koran是他们最讲讲 神的视线就是 就是刚才讲的 这文字已经perfect 然后呢 语音上面啊 什么各方面的 其实就是 It's meant to be that way 不能去更改的 对 你不能去改变去interpret 这跟这跟这个旧约行约都不一样 对 那甚至佛经其实也 就是说 因为这个后来还被付业 这个 对 所以说 就是说 跟这个 就是很不一样 这个 对 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的理解 好像因为那个 蓝金 它是它这里 就是Helen显示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 它说 Created Korean is the instantiation in letter and sounds 所以这也说明是不是 就是大家在读诵 或者说是回教徒 在读诵可兰经的时候 一定是要用阿拉伯语 不能用其他的 自己的语言 来读诵可兰经 这是我的 换句话说 可兰经 即使翻译成为别的语言 可是你在读诵的时候 也是要用阿拉伯语吗 我有这个印象 好像 是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对 它 我们今天会cover的部分 也有讲到这一点 就是说 是 是 这样讲的 回教徒 倾向于 让 让别人先学阿拉伯语语言来 然后再了解 普通的这样子 而不是 把它直接翻译成 其他的语言 对 主要是为了这个问题 这一点好像跟 跟这个 佛教里面的咒语 有一点 有一点 感觉上有一点 有点相似 就是说 咒语的话 好像很少翻 翻成别的语言来 来发音的 主要还是要以这个 凡语 凡文吧 还是 我的感觉 好像这样 是吗 是 很相似 对 谢谢 谢谢 指出来了 还有呢 什么要不称的 好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 是Judy Judy请你从这边念 The words of the Quran 就是 它 在 the Quran 一直念到 上面 Actuously throughout OK The words of the Quran come to Muhamun in sorry in management manageable segment over 23 year through voice that semed at first to vary and sometimes sounds like the reverberating of bells which gradually condensed into a single voice that identified itself as Gabriel Muhammad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flow of the revolution, it descended on him independent of his will. When it arrived, he was changed into a special state that was externally discernible, both his appearance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would change. He reported that the words assaulted him as if they were solid and heavy. For we should charge thee with the war of weight. All such references in this chapter are to Surah and verses in the Koran. Once they descended while he was riding a camel, the animal thought vainly to support the added weight by adjusting its legs. By the time the reverberation ceased, its belly was pressed against the earth and its legs spread out. The words that Muhammad exclaimed in these orphaned trends like stays were memorized by his followers and recorded on bones. With God preserving their accuracy throughout. Thank you, Judy. Oh, Bugatti, thank you. 福兰经的文字是Muhammad在前后23年之间所接收到的声音片段。 这些声音起初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荡漾的钟声, 但是渐渐的凝结成为一个自称是Gabriel的声音。 Muhammad对起始来临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 不管他愿不愿意,起始来时他是挡不住的。 起始来时他会陷入一种特别的状态。 他的外表和声音都会改变。 他说那些话语坚实而沉重地袭击他。 福兰经第十七十三章第五行。 因为我们要以有分量的话来告诫你们。 本章的诗句和章节均出自古兰经。 有一次Muhammad在骑骆驼的时候骑士来降临了。 那骆驼试着调整他的腿来承受增加的重量,却都没有用。 当骑士结束的时候骆驼的肚子紧贴。 紧贴在地上四条腿上外的伸展开来。 在这些出神的状态。 Muhammad呼喊出来的话。 由他的随众门背下来。 记录在骨头、树皮、叶子、皮脂上。 由神保存着其准确性。 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下一位我们请问。 对不起。 这里不是有点奇怪。 他不是说那个,因为经典是由Muhammad他不认识字。 可是写出这么美丽而准确文法的书。 可是这边又说,他的启示是由旁人帮他骑驼下来。 所以,所以不是他自己写的。 不是他自己写的。 对,他会讲出来,然后旁边的人赶快把它写下来。 对啊,那就跟佛陀传法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样。 对,那只是前面一直在强调说, 你们不要怀疑这个经典的可信度。 因为你看,那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你说的不对啊,这个跟佛陀传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灵的状态。 就是穆罕默德他把他在通灵的状态下听到, 他把他送出来。 然后他本人不会,他本人不识字嘛。 所以他周边会有识字的学者, 然后帮他记录下来。 所以可兰金是这样形成的。 那这一点我们等会可以再讲一下。 对,把这一段讲一下。 OK,谢谢。 所以可兰金是, 经过23年, 然后就是穆罕默德持续不断的受到启示。 然后经过他旁人记录下来的。 那他的114个章节,就是前后的。 我不太清楚后面会不会提到啦。 就是说是, 就是很有次序的这样子传递下来。 还是后来有把它编辑成为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后来会有说到就是了。 好。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可兰金是不是有不同的版本啊, 有什么年代改写。 不过看起来似乎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这个都可以。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看看读下去, 会不会看到这个史密斯教授对这一点会有澄清一下。 对。 很抱歉,能不能移到前面那一页刚才。 对对对。 就是那个Gibriel。 Gibriel是, Gibriel是, 是圣经里面的一个, 一个angel吗? 还是。 是。 OK, 那她的负责的是哪一方面的? 她的特殊性在哪里? 有没有? 有基督教的很了解圣经的同学吗? 有了解基督教的今天没有来, 所以下次可以再问他。 好。 好,谢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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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继续往上。 下位请奥。 奥请你从这里念。 并且继续往上门。 并且宣续到这一大段的结束, 并且继续往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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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resents itself as a combination We made a covenant of oath with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you have nothing of guidance Until you observe the Torah and the Gospel 57068 This entitles Jews and Christians To be included with Muslims as people of the book Because the context of the Quranic revelation Is a middle is religions of other lands are not mentioned But their existence is simply is implied And in principle validator as in the following verses To every people we have sent a messenger Some we have mentioned to you And some we have not mentioned to you 1047164 Nevertheless Muslims regard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As sharing two defects from which the Quran is free For circumstantial reasons They record only portions of truth Second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Bibles were partially corrupted in transmission A fact that explains the occasional discrepancies That occur between their accounts and parallel ones in the Quran Exemption from these two limitations Mates the Quran the final infallible revelation of God's will The second chapter says explicitity This is a scripture whereof there's no doubt Helen Helen剛剛你問那個Gabriel 如果沒記錯的話 Gabriel就是跟那個聖母瑪利亞 就是宣告說你懷孕了 有一幅畫是這樣子的 好 謝謝 古蘭經連續舊約和新約 這些都是神早期的启示 古蘭經則是這一系列終極的節奏 我們和以色列的兒女過去有誓約 除非你們遵守舊約和福音 否則你們就得不到任何的指引 這使得猶太人、基督徒和回教徒一樣 都是本書的提名 因為古蘭經启示的時代背景 是在中東 世界其他的宗教沒有被提及 卻是有暗示其存在 也原則上承認這些不同的宗教 如下列的文字中所說的 對每一個民族 我們都差遣了一個使者 有一些我們向你們提到過 有一些我們沒有向你們提到過 不管怎麼說 回教徒認為舊約和新約均有 兩個不足之處 是古蘭經沒有的 第一點 因間接的原因 舊約和新約只記載了真理的一些部分 第二點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聖經 在傳遞訊息的時候有失真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這些聖經與古蘭經 對照的時候 偶爾會發現有差異 古蘭經沒有這兩項的不足 因此 古蘭經是神的意志最終極 最無誤的啟示 古蘭經的第二章就說得很明白 這部經書內容確實無遺 好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裡好像就提到了這個 transmission corrupted in transmission 說明的就是說 有些可能是有些人為的 因素在裡面 或有其他的導量 形成了這個 新約的內容 好像是有這樣子的意思 對對對 其實是這樣的 corrupted in transmission的意思 就是說 你在 在一手一手傳下來的當中 可能就會有失真了 對 好 這不是第一手的 的資訊就是 我這裡有一點好奇 就是說 他這裡說 可蘭經他沒有像 舊約新約的 他有一些這個 好像 他怎麼講呢 就是說 部分的真相 並不是全部的 那 就是 就是基督教或者是 猶太教 他 他們是怎麼樣子來 來 怎麼講的 反駁這一點 有沒有 我只知道他們是 非常對立的 可是他們在這個 教理上面 他們有沒有 要能夠 怎麼講的 說服人的這種 說法有沒有 這一點有同學可以 補充嗎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 保留這個問題到 下次可以提出來一次 討論 那個 我們今天還有 還有 差不多五段 我們可以就是 先把它唸完 然後再 再來一次討論 就是如果有同學有問題的話 或是有 要補充的話 可以一起 就是把 這個 再 我們把這幾段唸完之後 再來討論 這樣可以嗎 艾勒很快的 我放在chat裡面了 那個 我講的是對的 就是那個 Gabriel來宣 就是annunciation 說聖母馬里亞懷孕了 因為我們 我唸書的時候 有唸到這個 藝術史 有一幅畫很出名 就是 我會放在line裡面 OK好謝謝 好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下一個 我們就請打琳 打琳請你從這邊唸 第一小段 從外面 到這裡 從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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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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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 唸 ところ through the Korean, Sir Edward Gibbon said much the same. The European will pursue with impatience its endless incoherent rhapsody of fable and precept and declamation, which seldom excites a sentiment or an idea, which sometimes crowds in the dust and is sometimes lost in the clouds. How are we to understand the discrepancy of the Korean as read from within and from without? 这里好,OK 从外部看来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对外人来看古兰经十分的难解 没有人会在一个下准雨的周末拿起古兰经来阅读 卡莱尔承认那是他所读过最难读的书 让人疲累混乱粗躁生硬文字拙劣又不顺畅 要让欧洲人读完古兰经 除了责任感之外没有别的 Sir Edward Gibbon也说类似的评语 或是人对那没完没了不连贯的闭言和言和雄变的狂言会觉得不耐烦 这些虽然激发的感触或是想法是很少的 其实有也感觉是像在尘土中爬行一样的困难 或是像在云雾中就迷失了 对于懂的人看古兰经和不懂的人在看古兰经 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 不闻闻到你要问问不 再来我们就第三位 barrier 先回下来用我们的languag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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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Phillips, Hiti, are so moved by the words spoken or written. As Arabic, hardly any language seems capable of exercising over the minds of its users such an irrespective influence as Arabic. Cross in Carol, Damascus, or Big Data can be stirred to the highest emotional pitch by statements that, when translated, seems banal. The rhythm is a melodic cadence. The rhythm produces a powerful hypnotic effect. Thus, the power of the Quranic revelation lies not in the not only i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its words but also in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is meaning incorporated, including its sound. The Quran was from the first of the vocal phenomena. We remember that we are not recit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ecause content and containers are here is is perfectly few translations cannot possibly convey the emotion. The favor and the mystery of the that the Quran holds that the Quran holds in the original. This is why, in sharp contrast to Christians who have translated their Bible into every known script, Muslims have preferred to teach others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y believed God. 西 Button is spoken, finally with in from- comparable force and directness. 好 谢谢 对其使用者发挥那般无可抗拒的力量和影响力 在开罗Tamasker Vagadar的群段 会被一些话语激发到情绪的最高巅峰 但是如果把这些话翻译过来 却似乎又平庸又沉浮 那语言的节奏一扬正错的声调 这些都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牵引效果 因此古兰经启示的力量 不只来自于字面上的意思 也在于其意义结合在阿拉伯语言上 以及声音上 古兰经从一开始就是声音的现象 我们记得我们是要以主的 以主之名来朗诵的 由于内容以及装载内容的话语 在此不可分割的混合在一起 翻译是不可能表达出古兰经 古兰经原本所有的情绪热情和奥秘的 这也是为什么相对于基督徒及圣经翻译成所有被知的文字 回教徒倾向于教人们 教人们阿拉伯语言 那神以无比的力量和直率说话的语言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认识但是我没有教导 那我们请Bendy Bendy请你概念这一段 Language However 请认识下面的这个Illusion OK Language However is not the only barrier the Quran presents to outsiders for in contents too it is like no other religious text unlike the Upanish Upanish It is not explicit Explicitly Metaphysical It does not ground It does not ground Theology In dramatic Narratives As the Indian Epics do Nor in his Historical ones As do the Hebrew Scriptures Nor Is God revealed In human form As in the Gospels The Bhagavad Gita Gita Confining Ourselves To the Semitic Scriptures We can say That Whereas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Are directly Historical And Indirectly Doctrinal The Koran The Koran The Koran Is directly Doctrinal And indirectly Historical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Thrust Of the Koran Is to Proclaim The Unity Omni Omni Protens Omni Omni Science And the Mercy Of God And the Correctively The Total Dependence Of human Life Upon Him Historical Facts Are In It's Case Merely Reference Points That Have Scarcely Any Interest In Themselves This Explains Why The Prophets Are Cited Without Any Chronological Oder Why Historical Occurrences Are Sometimes Recounted So 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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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o Be Unintelligent Intelligible Without Commentaries And Why The Bible The Biblical Stories That The Cora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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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sented In An U Expected Abbreviated And The Dry Manner They Are Stripped Of Their It Character And Inserted As Dedactic Examples Example Of Infinently Various Things That Declare God's Praise When The Lor Servant Relationship Is The Essential Point To Get Across All Else Is But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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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And Allusion 谢谢 这有一个字 Omnitions就是全知 Omnipotence Omnipotence是全能 就是能够做所有的事情 Omnipotence跟Omnitions 可是 对想了解古兰经的外人来说 语言并非唯一的障碍 其内容也不像任何其他的宗教经文 它不像奥义书 就是印度的古书 它并非刻意的再叙述形上学 它的神学不像印度史诗那样的根植在戏剧对话 也不像西伯来的经文那样的根植于历史 也不像在普英或是普洁凡歌中 神以人生来视线启示 把我们自己设定在闪足语言的经文中 这包括西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我们可以说新约和旧约是直接涉及历史的 以及间接涉及教义的 而古兰经则是直接涉及教义的 而间接涉及历史的 古兰经大部分的重点在于 大力宣告神的统一全能和全职 以及恩宠 相对的 人的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 历史事迹只不过是参考点而已 其本身并不重要 这一点解释为 这一点解释为 为何不顺者寄免顺序的列举先知们 何以历史发生的事迹 有时候被毫无注视的 十分统统的重述 简直不知所云 更何以古兰经所提及的圣经故事 以一种意料不到的简短而枯燥的格调表现出来 那壮烈的特质被卸下了 这些圣经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说教而列举的需需多多 神的伟大事迹 当要点是在说明主福关系时 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注解和提示罢了 好 这里的文章 好 现在我也就请竹安 竹安 请你总归给你 If perhaps 其中文你能够通过 Immer这样的支出 对 词以后 Okay 好 Perhaps we shall be less inclined to fault the Qur'an for the strange fact it presents to foreigners if we note that foreign scriptures present their own problem to Muslims to speak onl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Muslims express disappointment in finding that those texts do not take the form of divine speech and merely report things that happen. In the Quran, God speaks in the first person. Allah describes himself and makes known his laws. The Muslim is therefore inclined to consider each individual sentence of the Holy Book as a separate revelation and to experience the words themselves, even their sounds, as a means of grace. The Quran does not document what is other than itself. It is not about the truth. It is the truth. By contrast,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Bibles seem more distant from God for placing religious meaning in reports of events instead of God's direct pronouncements. Thank you. Thank you, Dr. Anne. 如果我们注意到 拿外国经文给回照图来看 也有一些问题时 我们或许比较不会这么责怪 果然经对外国人呈现的起义面貌了 单说旧约和新约 单说旧约和新约 回教徒对那些经文没有使用神的话语 而只报道事件的发生 事件的发生就觉得很失望 在古兰经中 神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的 真主描述自己 并让人明白他的律法 回教徒因此需向于把圣书上的 每一个个别的句子 都当作是以上单独的启示 并且要去体验那一些话语 甚至那声音 把这些都当成是恩宠的传达 果然经除了本身之外 不会去记载任何其他 他不是关于真理的 他就是真理 相对之下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 是比较与神有距离的 在记载的事迹中 注入宗教的意义 却不是神直接的宣告 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小段 最后两小段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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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ures is eased by greater use of narrative and myth. One discerning commentator on the Quran puts this point as follows, the semi incoherence of the text has its cause in the incommensurabl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spirit, uncreated Quran, and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human language. It is as though the poverty-stricken coagulation, which is the language of mortal men, were under the formidable pressure of the heavenly world broken into a sudden fragment, all as if God, in order to express a sudden truce, had but a dozen words at his command, and so was compelled to make use of allusions heavy with meaning. of ellipses, abridgments, and the symbolic synthesis. Putting comparisons behind us,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emphasiz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Quran in the elaboration of any Islamic doctrine. With large portions memorized in childhood, it regulat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very event. It is a memorandum for the faithful, a reminder for daily doings, and a repository of revealed truths. It is a menu of definitions and guarante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roadmap for the will. Finally, it is a collection of maxims to meditate on in private, deepening endlessly one's sense of the divine glory. Perfect is the word of our Lord, in truth and justice. Thank you Dave. Okay. Thank you. Let's get to the R 未读者产生一个最后的问题 在其他的经文因为大量的使用叙事和神话 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的严重 一位眼光明媚的古兰经评论者是这么解释的 在其经文之所以看起来语无伦次 语名在语那圣灵 就是非创造的古兰经 与极其有限的人类语言之也 有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 就像那勉强凝结的人类语言 在上天语言的可怕压力之下 断裂成上千的碎片 或者有如神为了表达成千的真理 却只有成打的字眼可以使用 因此被迫使用带有丰富意义的暗欲 省略灾药和上升性的综合 暂且不去理会以上的比较 古兰经在对任何伊斯兰教旨的 不成工作上 无疑是占有绝对中心的地位的 在海底时代就将新闻 大部分明记心中了 他规定了每一件事件 每一个事件的解释和评价 世信图门的备忘录 每日行事的提示 并且是启示真理的保护 它是一个定义和保证的手册 又同时是意志的地图 最后它是一套私下冥想的格言集 无尽的深化个人对神圣荣耀的感受 你的主的真理和正义上的话语是完美的 我刚刚讲到那个穆罕默德 他是通灵的 那么这个主要依据就是 我们看230而已 这个倒数第八横这里 那大家注意到这个 当穆罕默德收到那个格伯尔的启示的时候 这里倒数第八横说 说他这个 Changing to a special state was externally discernible 然后both his appearance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would change 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 typical的通灵的状态 那我课前来看我们上一次的范围 看到讲那个贵一页 225页这边讲的the night of power 这个是相当于这个 好像这个我们佛教讲的开悟成道之夜嘛 那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三行这里 说在这个first night of power 这个穆罕默德是lay on the floor 所以我自己就蛮surprise 他说他是躺在地上啊 然后是然后再做他的contamination 所以他这个不是用打坐修行的方式 我原来在想说他能够能够接触到最好整理 是不是他也是每天在每天夜晚在这个洞穴里也是在这个打坐 在修行啊 那这里看来这个描述不是这个状态啊 然后再看后面讲他这个 230则也这里讲他这个收到指示的时候的状态啊 对 那很明显在他后来 他不限定于只是这个夜晚在洞穴里的这个 这个情形啊 后来可能通灵很熟悉的 他随时都可以得到这个指示 然后进入这个通灵的状态啊 对 然后能够创造出这个南京这么大的一年进来啊 也是一个很 很神奇的事情啊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通灵的事 跟大家分享 那个我有最通灵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通灵的人 比如说像 台湾也有些鸡同会通灵啊 他们感觉上好像说 他们想要通灵就通灵这样 随时就是说 我现在想通灵 他们就通了这样子的 我也是想到台湾的鸡同 不好意思要讲 你要是对回教主这样讲 他要把你打死 对 但是像这里 这里 这里 看 就是说 至少这本书里面描述的是说 Mohammed 他说 Mohammed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flow of the regulation 就是说这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 就是说在启示降临的时候呢 他要挡不挡不住这样子的 对 这跟台湾那种鸡同的表演是一样 完全是非常的类似 就是由一个神灵通过这个人 通过鸡同这个人来讲话 来行动 对 我们这样说 可能对回教图来讲是一个 可能不能跟台湾的鸡同相比 可能对他们讲是非常不敬 所以回教图是把所有的这个 可兰经是绝对的神的旨意跟真理 他们 那么教徒就是服从 没有别的 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可能读到后面会有一些 会有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对你刚才讲的就是说 台湾的鸡同可能通的灵 就是一般的那种 就是要魔鬼怪 都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他在通什么灵 但是呢 回教图他们觉得说 摩帆本他跟 他沟通的对象是神 是真主 而不是像一般的那种 就是像在他们的民间信仰里面 其实也有这种像魔鬼怪这样子的 是的 没有错 没错 对 不过他后面好像会讲到这个 回教里头这个God 跟这个基督教 还有犹太教的God 是同一个 好像就是耶和华的样子 对对对 我们可能在后面可以再确认一下 对 我觉得作者他编排这本书也是 真的很很有心思 就是前面先把印度教啊 东方的这些宗教 就是一起讲这样子 然后从伊斯兰教开始讲 然后之后讲 犹太教跟基督教 这其实是很相关的 所以说呢 他这样子的编排是很有目的 所以 这样 对就是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的对比 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以前是不知道说西方的主要的宗教是这样 这样的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 看起来是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联 我这边想到就是说神通的这个角度 那因为基督教或者是回教的话 甚至于所有的其他宗教 当然除了印度教以外 就是说没有这种所谓的轮回的观念 那那个所以呢 如果从轮回的角度来说明 来看待这个神通的问题 那就是说他们在前世的时候 曾经就是说 不管他的经验 他的修行 就是说也许有得到这样子的讯息 那在这一生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 好像显示出来 就是说是可以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 这就回到说到底是不是有一个上帝 或者真主的这种观念 那我觉得这只是 我只是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 这个神通的现象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 我刚才念到这些 就是说等于基本上对于一个回教徒 真正的真正的回教徒的话 他对于可兰经的 相信的程度是不能够有任何的质疑的 就是说是 不管是不是你自己今生的体验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是跟至少我对于佛教是比较了解吧 那佛教的话呢 通常他就没有一个 就是说要让你自己去体验 去体验的 而不是说是佛经讲什么 甚至于佛陀讲什么 你就必须就是相信 就是说所谓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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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concept 我觉得 从这个 religion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蛮大的不同的地方 这点我非常的同意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感觉是180度的一个 相反的一个态度 就是 其实你说像 佛教印度教呢 他其实都是 就是说你看印度教 他会问说 这个 你要什么有什么 对不对 这个 就是 你的 你要往哪个方向走 其实是你自己决定的 就是看你要不要 就是最 最终是会end up 在同一个道路这样子 但是呢 it may take you 来 就是 不晓得多少个 无数的轮回 你才会终于的 想通 然后走向正确的方向 这样 但是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 佛教其实也是鼓励 个人要去 思维辩证 然后 就是 what makes sense to you 是你自己决定的 但是在后面的这几个 宗教里面就是 怎样讲 monotheism 就是 相信 相信 唯一的 神的 这样子的一个宗教 就是 以 就是他的第一要件 就是要信 要 要 信这个 要信神 要信真主 那 就是跟 前面东方的 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角度 所以 所以 对啊 我也觉得 这个 对啊 是不是 对 这个重点就是 我们看第一章 开宗明义 这里这个 教授解释 Eastland的意思 就是total surrender 然后这样才会得到peace 对 这个跟我们东方的宗教是真的是截然相反的意思 相反的意思 对 所以我在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读到后面这几章呢 我就 哇 就觉得说 怎样讲呢 接不上线 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的这样子 因为 因为这实在太不同了 所以 虽然说字面上 我也理解他在说什么 但是那种 那种 信 就是要total surrender的这种 我觉得 除非 我身在那样的环境 不然 你叫我这样子 我觉得 真的是 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 对啊 对 我们这很难 说 你想到这个 回教 回教徒的人数啊 据说有16亿 占全人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啊 很多 所以说他的传播 然后他的 吸收信徒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可能要想办法去了解 为什么是这样 对 为什么这个宗教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对 像美国的很多黑人啊 然后在非洲啊 或者像亚洲像印尼啊这些 他都有绝大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信徒 是为什么呢 对 其实如果去 我们之后就去了解到说 他的教义是什么 他的教旨是什么 他的教义其实是很好的 你看在讲民主啊 然后就是 你要 其实跟圣经里面的教义是很类似的 都是叫人上善 然后就是 人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感觉说 自己没有办法去对付 这个不管就是对付这些烦恼或是问题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说他们像他们就是觉得说信了主之后 主就把这些重担就是烦恼的重担啊什么就拿走的 然后呢这个信徒就得到了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能够支撑他们就是面对各种困难啊什么什么的 我相信信的人的确是会感觉会得到重生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说这个重生就也是带来了很大的力量 那个感觉脱胎换骨这样 我觉得那个那个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 可能是很适合一些人吧 不过这也说明了就是说人的精神啊心理或者意志啊 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说只是说怎么样被引导啊 就是说像宗教的话 他就是我是觉得他在对于人的这个心理方面啊 或者是意识的层面呢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啦 所以啊 呃其实这也是宗教的力量嘛 他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理啊 就是那是说 呃回教啊基督教啊他所引导的跟好比说佛教的话 就是有些感觉上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啦 是 是 对啊宗教的确是有很强大的力量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在人生的 比如说某一些时候都会觉得是说 会需要引导吧 就是会需要 希望知道说啊我 我 跟跟这些人讲说你就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 这样就对了 然后呢就会上天堂啊或者是 就会得救啊这样 好的帮助就是说其实 不管你是呃呃呃呃 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就是说 其实你自我哈 就是从 往往自己内心里面去寻找这个 烦恼的根源哈 就是说是然后然后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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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从这方面去了解 但是但是根据这个很多佛教的这个教义哈 或者说他的内容哈 然后做向内的这种啊 观察或者是反思啦 嗯 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哈 那换句话说呢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啊 就刚才讲说要 totally surrender 就是说那surrender的意思就是说 放弃你自己能够左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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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哈 而是把它啊 比如说完全交给这个上帝啦 或者说在我是说自身以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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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上的一个啊 或者说是虚无缥缈的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在在这个对自己心心灵的解脱啊 就是说在这个spiritual的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是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approach啊 啊 好 谢谢 其实昨天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也是觉得有同感 对 那我想到的是说 其实如果是要把这个guidance 把它放在自身之外的话呢 其实当然有绝对是有一个risk在 或者是说如果 如果是把它 交给一个 就是说人不管是教宗啊或者是什么啊 这种 嗯 这个 宗教领袖 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 那个觉得是有一个危险性 是因为说那个宗教领袖 他有可能 比如说他并不是 就是他有他的一些人格上面的缺点啊 就是什么 所以说他可能会带歪这样子 但是我会觉得可燃心 如果是把它放在可燃心上面的话呢 那就 就稍微的 那 比较可以放心吧 因为就是说可燃心他自己本身没有人格 他就是 一本书上面就是有真理 那 那 如果 就是说你去 你去 跟着 这个 鬼然 鬼然经的 这个 上面去 去思维的话呢 那 那其实 就是 比较 至少危险性 可以减少 这样 但是呢 其实 我觉得人还是很难分辨 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 鬼然经的人很难懂 这样我还是需要去听教主说什么 这样 那只有教主说的 如果 就是有 有不同的目的 有 有不是 不是善的目的的话呢 那 那就整个 走错了 就 危险性就很高 Wendy 你刚才要说 哦 我是想 对不起 我是想讲那个 刚才讲那个神通嘛 其实佛法上是讲 我每个人都有神通 如果你去practice的话 每个人都是有了 那是每个人都有的 本能啦 所以 所以我觉得佛教常常 比较偏 偏重的是 就是我们要正确的之间 其实讲 讲佛跟魔 他们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的神通 都一样的 可是 魔跟佛的不同就是 我想他们之间不一样嘛 那佛当然是比较好的 然后魔就是会教你坏的 那讲到那个 刚才那个 呃 那个 摩哈摩不是有那个 好像是David讲的 他有像鸡头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 他好像不是靠着practice 有这种功率 然后他 而且他做的 他在跟那个就是通神的时候 他还会躺在地上 那其实这种行为都很 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 庙里面的 那些 呃 那些鸡头 就他们 有人来问事情啊 他是可以 呃 他们说他们可以通灵嘛 这样子 那 那在那个时代 如果有人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为什么人家会相信他 因为他毕竟还是 教导别人好的嘛 如果他那时候教导别人坏的 会不会还有这么多人呢 我不晓得 但是可是我想人心都还是 像善的 你如果有这么大的能力 呃 呃 在那个时候你有这种能力 很可能人家就会觉得 你好像是神一样 然后再教导你好的 可能很多人就很容易相信他 这样子 那我觉得外面的宗教跟 跟我佛教有的不一样 就佛教可能是 教导你怎么样去做 要闻思修这样 可是外面的佛 其他的宗教尤其神 为主的教 他们会说你就相信我 然后你就可以得永生 或者是说你可以上天堂 这样 可是他并没 比较不偏重说 你自己要去 教你怎么做 那很多人如果说我相信你 我就可以了 如果你今天相信这个阿拉 但你 你觉得你相信他 但你还是做坏事 你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上升天堂吗 所以这种观念 因为如果不是很正确的话 我觉得说就是很容易会走偏 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佛教跟其他很多的宗教 很大的不一样地方 可能其他宗教也不讲轮回 所以他们觉得我这次升天 就永远都在天上了 可是我最近看那篇文章 是科学家做的 他们还是相信是有灵魂的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些 我们就是一些 energy 这样 那你将来可能还是会回来的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刚刚讲到文章在讲到说 母汉的一个什么 通灵 那为什么人愿意相信他 我就想 他当时的情况 他就是说 他在宣导 叫人为善 然后就是遇到很多的 不管是辱骂 或者是这个 就是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他都 就是说有一股力量 就是叫他 继续的去 为善 就是去做好事情 然后就是去 去劝人为善 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本身 如果在旁边的人看到 一定会心里会想说 他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希望是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他 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至少对我来讲 我是 觉得很有吸引力的 就像说 我 我自己心目中的 这个 敬仰的人 譬如说像 Mother Teresa 就是 哇他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之下 这个 数十年来都是为 贫穷的人服务 这样子的 他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 我早上会想到这个问题 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 就是 因为看到他这样子的 做 所以说我也会觉得是说 嗯 就是 如果能够有他的这样子的力量 的话 那 那 这个 我觉得很吸引的人 这样子 嗯 所以 才会有 这么多人 就是愿意相信他 愿意追随他 然后愿意去 嗯 照着他的话去做 嗯 嗯 对啊 这是 我想到的 好啊 那我们下次 下次就会开始真正的读到 嗯 回教的 这个 教旨的部分 那 嗯 这个我们 这次 嗯 我们就读这一段教育 因为我觉得也是 因为一方面大家不是很熟悉 所以说 就是 心里的问题会很多 包括我自己在那边也是 我对于 这这几张的问题 也是很多 所以说 我 嗯 就是 我们就 比较 慢的速度 来 来 来读 这个 接下来的几个章节 这样子 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 呃 呃 呃 比较多的时间让大家一起讨论啊 然后就是 心里的疑问 呃 可以提出来 这样子 好 嗯 要不然 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午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Helen 谢谢Helen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Helen Helen我是米 好谢谢Helen 拜拜 嗨 Helen 我是要跟你请长假 因为我要回台湾一阵子 然后所以跟你说一声 OK你要回台湾喔 OK 好啊 那祝你 一路顺风 你去做休息 谢谢你 呃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对 对那可能短 呃 可能会住 如果长的话可能住个三个月 所以 对 我跟你请长假 好啊好啊 那你玩得愉快 好谢谢你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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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